由花冬縱管處以及台東縣政府 陸野鄉公所共同主辦 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 承辦的PGA WZ 世界杯2016國際飛行傘巡迴賽 台灣分戰賽 13號在陸野高台舉行開幕式 由花冬縱管處洪東桃主持 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 縣長黃建廷 陸野鄉長李國強 縣府管理處長江慧清 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 理事長麥令琴 以及國際航空聯盟六名裁判等貴賓與會 開幕當天由雷鳴省師戰鼓團的表演 吵樂其分 以及震撼的布農組八部合音 起伏現場 在開幕式進行時 由歐雄飛行傘順利飛入榮田降落場 成為全場注目的焦點 也為競賽活動揭開序幕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日子 我想今天在座的所有的選手應該都包含了目前世界上排名前十名的選手在內 所以我們預期這一次的比賽應該精彩可齊 今年我們的熱氣球嘉年華才第一次舉辦熱氣球的挑戰賽 這個是台灣的第一次 我很高興接著我們就辦理也是台灣的第一次 世界飛行傘的巡迴賽的正式的比賽 很不容易爭取到今年全世界四個分戰賽其中的一戰 而且是最後一戰 這一次的比賽結束以後 這四個戰比賽在歐洲 在亞洲還有另外印尼 總成績就會出來了 我們期待這個飛行傘運動也能夠持續在陸遠包臺 在台東的天空更多的來飛翔 那麼台東也可以說是我們最漂亮的一個旅遊勝地 對於各位參賽好手還有你的親戚朋友 工作人員 台灣團隊 很多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來 那你們很幸運第一次到台灣來 就能夠到我們非常漂亮的台東線 來體驗我們台東的觀光 這次競賽共有15個國家 102位選手包名參加 包括了賽爾維亞 斯洛維尼亞 捷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泰國 印尼 中國 香港 菲律賓等 以及本國的選手都已經準備好飛進台灣 讓全世界看見台東的好風景 東台新聞溫革 陸野湘 採訪報導